HELLO 你好 我是諾斯 好 今天有話 我們要繼續進行我們一年一度的季後賽模型的影片了 NBA季後賽正式開打 而季後賽的民喻之爭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 所有對戰組合的第一章比賽都已經結束了 包含傑森、Tayton最後0.6秒絕殺 以及Portis對Karruzzo的垂頭上戲 那我這邊的話還是以 大家都還沒打過第一章比賽的情況下 來模擬這整個季後賽的第一輪 好啦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直接來開始我們今天模擬吧 不距離跳投球 沒有進 這球球被我們給你拿下籃板 這位方直接上籃 CJ McCullen 隊伍是Bridges 選擇東尼跳投 球進了 但今天CJ McCullen命中的話僅只有三成八 整體命中來說並不是非常理想 隊伍布克爾 再給到的是Chris Paul 右側切入 往籃底下的時候這邊是Laren Nance 直接一個火鍋往後面伺候 Brenny Ingram 哇 直接一個變相過人 藍底下 直接灌籃 其實雙方只有三分差距還是有機會的 唉唷 Chris Paul這邊想藍底下空隆接的時候 又發生了一個失誤 哇 今天看起來在後期的表現上的話 可能由於年紀上的問題 Chris Paul的表現並不是這麼的出色 CJ McCullen 這邊下個擋拆 把玩笑話來切入 往電波往後的一個東軍 跳投球 沒有進 這邊分岔沒有辦法進步的拉近 剛剛兩方要進 雙方來了五分差距 把Hanchanas抵腳接球 直接選擇三分球出手 球 沒有進 Brenny Ingram拿下防守籃板 這邊就只能繼續進行這個犯規了 好 等分不可兩罰中一 Laren Nance會傳球傳給誰呢 這邊又是把Hanchanas 同樣的位置 同樣的三分 同樣的沒進 唉唷 那最終比賽的話 是116比106啊 那最後是 鳳凰城太陽隊 順利的進行到下輪的比賽 並且是以116比110 淘汰掉了 牛狼 體股隊 太陽隊這邊 Devil Book 今天切友四中三分球 拿下33分4籃板 6主攻 1超級的表現 Chris Paul 今天拿下 18分4籃板 8主攻 2超級的表現 Jubert Mokey 今天拿下 14分5籃板 2超級的表現 Kameski 這邊是拿下 10分2籃板 2主攻 體股隊這邊 Brenny Ingram 拿下 23分6籃板 2主攻 1主攻 1主攻 敵方的Graham 今天拿下 12分1籃板 1主攻 1超級的表現 Helbert Jones 今天拿下 12分2籃板 107 目前卸賽第5戰 Malconley 這邊戰術 跑給的是Jalen Clarkson 這邊只選擇 直接出手 球並沒有進 還是要開始拿下 防守籃板 之後再選擇一個 以身高優勢的情況下 去做一個上籃的 並沒有進 再弱側邊 看起來四洋 等待的是Lugar Dungjic 一個戰術跑位嗎 再下一個擋拆 再後一個Chris 再後一個Broncen 再後一個Dungjic 擋來之後 一個三分球直接拔起 球並沒有進 Rogadonovitch拿下防守籃板 Malconley 這邊給他的是Jalen Clarkson 轉身之後一個換手上籃 這球並沒有進 Rogadonovitch 這邊是拿下防守籃板 聽到右尾 目前換防Malconley 再給Broncen 誒 這邊直接放空外線 Dungjic直接出手得分了 Dogadonovitch來到場上 擋開之後 藍底下 頂著出手得分了 Dogadonovitch 擋開之後 藍底下 Speed of David 做一個協防啊 不過這球還是頂得上去 除了目前為止兩分差距 現在最後一分五十秒左右 Dogadonovitch 這邊再個Rigid Block 最後三分球出手 前後去 哎呀連續兩個三分球啊 哇這兩球絕對的這個傷害可是非常大的 Mitchell 轉身直接選了中距離跳投 球沒有進 Chris 拿下防守籃板 Dogadonovitch 被Chris一個擋拆之後 應該就選了直接三分球跳投 不過還是用壞在這邊追防成功 Dogadonovitch 拿下防守籃板 這邊再來是Mitchell 接下來最後一分一十九秒 五外拉開來 Dogadonovitch 想要單打嗎 直接再傳給外線的 Rudigay 最後打在藍光上面並沒有進 Dogadonovitch 這邊Brownson 藍底下直接在快龍得分 剛剛在裡面看到一個防守世界死角的MIA 就直接切入藍底下進行得分了 說到目前的位置的話來到七分差距 剩下最後一分鐘 然後Mitchell直接選了出手 球當然是沒有進了 我覺得他們現在已經有點併集亂投一啊 他們就是打一些看起來很奇怪的操作 剛剛藍底下又是一個Rigid Block 跟Rudigadonovitch一個配合 說到目前的位置已經來到九分差距 對啊Mitchell 我點位置 五外拉開來 還差外賽一個檔拆 再給還差外賽 反手一個灌籃 裡面Brownson Rudigay這邊選擇換防 死邊在電位置 直接往藍底下切入進行灌籃 Rudig Block拿下進攻籃板之後 直接在左手上籃啊 藍底下又得分了 那最終比數的話是120比110阿 那這個獨行俠隊的話又可以再續命一場 目前卸一賽3比2 今天如果要當局掌握了 爆炸性表現得下 44分16籃板 八足攻二足攻的表現 Makia Cris得下 23分10籃板 二足攻一超級二足攻的表現 Tenhoi Junior得下 14分二籃板 Rigid Block今天得下 12分二籃板 二足攻二超級 那另外 今天爵士隊全體球員的話 得分量就比較沒有那麼多了 寶寬特邦Mitchell得下 29分五籃板 三足攻一超級一足攻 Makai Kami得下 22分四籃板 四足攻 BoyangPoktanovic今天得下 15分五籃板 一足攻的表現 Juan Clark今天得下 14分一籃板 二足攻 韓生壞賽今天得下 13分九籃板 一足攻二足攻的表現 接著我們來試賽第六戰 Dunkerch 直接選擇 中距離跳投得分 哇 這招出了一個小小的空檔 就直接選擇 拔起一個中距離了 然後Mitchell 直接一不過人 右手上來得分 雙部主角在今天 得分上的表現的話 應該都還算不錯 當局今天大概有50分左右 然後Mitchell則是35分 Mitchell 這邊再給他攔底下 還算壞賽 到了Mitchell 對於是Mitchell 左右來回試探切入 其他很好的位置 但是這邊給到是Michael Chris 中距離跳投沒有進 這邊Dunkerch想拿上籃板 但是還是被撥出了界外 天下最後50秒 雙方來到6分差距 Mitchell無外拉開來 這是絕對這邊最常使用的戰術 這邊Bogadalovic 有個外線控場機會 直接選擇出手啦 哎呀 我自己覺得這個報夾 是毫無必要的 Dunkerch 這邊往藍底下切入 最後一個是Broncen 下了一個擋拆 然後這後速度跟得上嗎 還算壞賽 跳得非常的高 這球干擾了下來 那最後看起來的話 是由他爵士隊贏下來這場比賽 然後並且系列賽4比2 成功抬跌掉的達克斯獨行俠隊 並且成功進行到下一輪的比賽 爵士隊對於獨行俠隊的最後一場比賽 九龍卡拉克森今天是得下24分一助攻 馬康里16分3籃板 6助攻一超級 我可以當上武器13分4籃板 還是壞賽13分17籃板 2助攻的表現 那另外一方面 路卡拉里以前得下53分9籃板 7助攻3超級 1助攻 未代12投7中的3分球 Jerion Bronson今天是得下12分1籃板 8助攻 馬卡爾克里斯今天得下12分17籃板 5助攻1超級 1助攻的表現 聽哈瑞瑞Jr 得下12分1籃板 1助攻1超級的表現 這邊是Dank Wendy 得下9分6籃板 Android Vegas 直接一個上籃得分 時間下最後3分30秒 雙方的分差還算是蠻巨大的 但感覺要逆轉的可能性就比較少一點了 Demax Cousins 這邊傳到的是Montemoris 一個擋拆之後想往藍底下切入 不過前方的是Ramon Green 這球出手是沒有進的 Ramon Green 給到Stamon Curry 下一個擋拆之後 無頂位置 給到Jerion Paul 再給到Ramon Green 這邊是一個大打小 轉身直接選擇右手上籃得分 這邊Demax Green的得分效率非常高 4投4中 還有Thomerson 跟Demax Green兩個人包夾掉的Montemoris 這把球超級掉 Stamon Curry 再給到Screen 給到藍底下 右手其中上籃 哎呀 兩人不過是最佳搭檔 這個默契度也是十足 Montemoris Demax Cousins這個擋拆 這邊是Android Vegas 一個對位 這球強硬的出手 球沒有進 我根本認為金鐘老師隊 只要不斷的把這個 對方的主將 包含Yukic 來做一個 拉出來外線的一個動作 那他們基本上 就很難有這個內線的護框了 那這個金鐘老師隊 最強的一個體系 就可以出來了 Stamon Curry 中距離跳投 球沒有進 表弟控球 給到Smorris 再給到 虎頂位置的表弟 Yukic 藍底下 這個左邊翻身跳投得分 Yukic都兩分兩分得啊 勇士隊可是三分三分在得的啊 這個也是沒什麼辦法的 藍底下 被表弟一個火鍋 但是藍板拿回來 Dreamo Green 再回一個VS 下個擋拆 這邊是一個 進攻犯規啦 Demacus Gunners 一個翻身跳投 打框沒有進 Gary Payton 這邊給他Auto Porter 再回一個Android Vegas Dreamo Green 不斷寫著嘗試切入 藍底下 頂了一下 這球沒有進 剩下最後45秒啊 還有18分分差啊 那這場比賽的話 已經幾乎可以宣布結束了 歐巴蹭 這邊藍底下出手 沒有進 哇表弟這邊 在比賽結束的時候 還會給我翻身跳投耶 這場比賽的話 108比90啊 18分的分差 4比0 很少掉Diambo的基金會隊 今天尼克勒蓋子 是等下28分 15籃板 6助攻 1超級 1足攻 1足攻 外帶4頭1中的3分球 Jumpaga Green 這邊是等下10分 6籃板 2超級 Martin Morris 等下9分 2籃板 2足攻 1超級 另外一方面 金中龍是對今天 Steven Green 等下17分 9籃板 6足攻 2足攻 2足攻 這邊Paul 等下13分 2籃板 4足攻 2超級 好的Paul今天替不出發 拿下13分 6籃板 1超級的表現 混亂隊對決會用對身子第七戰 目前為止的話 聊78比87的9分差距 Jones 籃底下切入上籃 不過是被Diambo的Russell 給防守下來 能不能持球 這邊再給Russell Russell 前方有Alice的一個協防 這球出手並沒有禁 Jones拿下防守籃板 Brocks籃底下切入 這球停球了 再給Jones 再回給Brocks 這球應該會給籃底下 然後進行一個背身單打 籃下出手得分 點擊Russell 火定位置 往後拉開 最後再往楊葉霞切入 前方又是Alice的一個協防 Alice在籃下的這個 護框協助能力啊 還是相當優秀的 來火定位置 再給Jones 再給Alice 背身 面對Beverly 哇這直接被超級調了 那這場比賽看起來 就毫無任何懸念了 那WELL 選擇上面就出手得分 8分差距 12秒 我自己覺得 可能也沒有做犯規戰術了 好那最後比賽的話 是89比81 那最後的話 甚至第七戰最後的結果啊 那是 灰熊隊成功晉級到下輪比賽 與雙方打得非常接近啊 但灰熊隊最終還是極高一籌 灰熊隊這邊 Anson Edwards 得要20分4籃板 1助攻1超階 Karrensen Tails 得要17分10籃板 2助攻2助攻表現 Danny Russell 得要16分5籃板 5助攻2超階 灰熊隊這邊 Duron Brooks 得要17分5籃板 2助攻1超階 Jurion Jason Jr. 17分 Jurion Jason Jr.17分5籃板 1超階 Randon Clark 得要15分9籃板 1助攻1超階 1助攻1超階 1助攻2表現 Tylos Jones 得要10分6籃板 4助攻 任務隊對決老人隊的西列賽第五戰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比數之間的話 差距是非常大的 136比98 屁台塔克 一個三分球 再來一顆 其實老人隊在西列賽第一戰 遇到他們最不想遇到的敵 我個人認為就是麥咪肉我隊 所以他們這邊輸了 我自己覺得也在情理之中了 然後這邊的話 麥咪肉我隊就順利晉級到下輪的比賽 並且成功塔跳跳的亞特達老人隊 君巴特爾今天得下非常優秀的數據 得下39分7籃板6助攻5超階的表現 北卡爾巴爾得下24分16籃板5助攻2助攻的表現 帶來Hero今天得下20分2籃板3助攻 PG塔克今天得下12分6籃板 那另外一方面 勞鷹隊今天吹樣 得下26分2籃板4助攻1超階的表現 John Collins今天得下14分12籃板1助攻表現 等Ryke今天得下12分5籃板5助攻3超階 但其餘人的得分量的話就非常的少了 其餘人隊對決不好對 這個西列賽目前的位置已經來到3比0了 這基本上是一個橫掃局了 可以看到其餘人隊這邊目前位置是106比94 雙方的這個分差的話來到12分分差 Garry Trent給到的是Membley 對位是Milton 將往籃下切入直接跟左手輕鬆上籃得分 對位是Ciacom 這邊Ciacom打的是個小球5號位 下一個擋拆之後 面對兩人包夾 Taba Harris這邊選擇一個強力的上籃出手得分 剛才球基本上是已經停球了 不過他是站到了一個好位置 所以這球的籃下放進 Ciacom 一個擋拆之後 將往籃下切入 不過9MB提前擋在前面 別人辦法這麼輕鬆的上籃 最後選擇了強力的出手 MB拿下防守籃板 這邊再回給49X等 給他籃底下MB 兩人包夾 轉身 籃下上籃得分 MB在現在中鋒來說 真的是統治籃底下一個存在 Ciacom 籃下得分2分 虎頂位置 繞了半圈 面對兩人包夾 但沒有傳球給Taba Harris 哇他其實是一個大空檔啊 Harris來到底角 面對是Vembley 再回是Milton Ciacom 虎頂位置有個大空檔出手機會 但是這球並沒有進 Ciacom 兩人切入 這邊是被兩人包夾要了一個犯規 這邊擦斷持球 一個猶豫不受變相 藍底下打本得分 哇剛剛那球進攻非常的濕滑 能不能利控球 這邊一個短檔拆 給他藍底下妙傳Ciacom 這球是被MB給守了下來 頭拍Taba Harris 這邊打手犯規 剛剛兩把中一 三波 給他藍底下MB 兩人包夾 翻身跳投 球轉了一圈沒有進 Ciacom持球 現在最後50秒 好 這場對這個暴龍隊來說 其實已經很難有機會可以逆轉了 藍底下切入 兩人包夾 哇 最後強硬的出手 全部差等 來到45度角 MB籃下直接切入 這球輕鬆上來 得分 暴龍隊的籃下防守 確實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因為畢竟Ciacom打到 我喜歡去5號位置之後 藍底下呼喚能力 可能就會稍微減弱一些 不屑 一個三分球 虎頂位置出手 球進了 最終7圓隊以116比104 擊敗多多暴龍隊 順利的晉級下輪的比賽 本場比賽 打下24分7籃板 5助攻1超級1足攻 Vemblee 打下17分4籃板 6助攻2超級的表現 Gareem Chant 打下15分1籃板 2超級 Chris Burchett 這邊是拿12分9籃板 2助攻2足攻的表現 另外一方面 Jump Sutton 今天打下24分4籃板 10助攻1超級表現 K must Harris 這邊是打下23分10籃板 3助攻1足攻的表現 Joliem B 今天是打下23分19籃板 3助攻1足攻的表現 攻凝王對決攻對的比賽 目前的位置的話是121比108 米爾就攻略隊目前是3比1 在絕對優勢來領先這整個系列賽 Yasset的combo 一個擋汰之後來到壺定位置 三分球出手 球打狂沒進 這邊被兩人包夾 再給Treston Thompson 再給底角Kobe White 三分球直接出手 球進了 雙方目前來到10分差距 雙方目前來到10分差距 時間下最後4分15秒左右 壺定位置 Chris Smith的一個三分球直接進了 Lonzo Ball 這邊給了Zucker Lavin Treston Thompson一個擋拆 往藍牙切入 這邊再傳出去 給外切的Kobe White 出手沒有進 Treston Thompson拿下籃板之後 再選擇上籃 球還是沒有進 Yasset的combo 這邊拿下籃板 這邊直接進行一波快攻 往藍牙切入 沒有 這邊選擇緩了一下 Broker Lopez 這邊有個大打小機會 選擇背身 籃底下一個春季中勾手上籃 得分 Lonzo Ball 這邊大高Zack Lavin 直接頂著兩人上籃 出手 球沒有進 Serge Baka 雖然這個退彎不少 但是在籃底下互荒能力還是得有的 Yasset的combo 這邊再給Midleton 拉回來一個三分球出手 這球彈了三下 哎呀 差點進了 這球沒有進 Zack Lavin 這邊再給低角White 又十個三分球出手 哇 連續兩個三分球 哇 三頭二中的三分球在這一節裡面 尾巴卡一個擋拆 擋拆往藍牙切入 這邊被包夾了 選擇直接出手 哇 Broker Lopez 外線的這個空檔並沒有給啊 再Clovin 這邊對位是Yannis 往藍牙切入 背身 直接選擇點上去了 這球出手並不明智 Yasset拿下籃板之後 這邊再給Midleton Midleton一個轉身 這個轉身非常漂亮 這邊再給Yannis Edward Combo 這邊再選擇籃下 跟上籃者得分 Odjibich 這邊被兩人強行包夾 Rokolo Lopez拿下了這個球之後 再給Yannis 再給Midleton 再給Lady Shader Yasset Combo Doris Duralde 兩位都是防守型的後衛 再給Zack Lavin 下一個擋拆 擋拆說速度夠快嗎 哇 三個人硬頂上去了 這邊要個犯規 Midl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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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選擇上籃 出手球盡了 喔 這邊是一條龍上籃的 Lonzo Bo 這邊跟他籃底下 Dima Durrozen 剛剛那球跳的真的非常高啊 Juholliday Midleton 是Lonzo Bo 再給Yannis 隊友是Treston Thompson Lonzo Bo 力量上的話 Yannis應該是可以擰壓的 拉回 兩人包夾 再給Huholliday 這邊再給Vidleton 輸到上面球 彈了兩下沒有進 這下只有1分10秒左右 防守暴 會選擇怎麼樣的進攻呢 擋拆一個短擋拆 藍底下直接一個灌籃機會 哇這又漂亮 Banbury 給他出號的耶 Yannis一個擋拆 擋拆後 往藍牙切入 外線有兩個空擋機會 但是這邊是選擇來下直接硬打進去 1秒進 Lonzo Bo 這下給Huholliday 這下給Huholliday 時間是要最後37秒 這邊 單打Brokelobet 哎呀 這邊是一個阻擋犯規 Grasil Allen 這邊往藍牙切入的時候 準備換防了 藍底下一個火鍋直接給了 哎呀 我就在跑回去看 我就在跑回去看 哎呀 他這邊並沒有選擇在藍底下繼續護框 而是自己選擇跑出去斜防了 往藍底下在傳導的時候 這邊又發生了一個失誤 哎呀 這邊看起來最終的話 光榮隊因為一些錯誤的決策 但最後並沒有把握住 那最後比數134比121 那沒有就夠對 以4比1的自在 順利進擊到下一任的比賽 阿 Abby 今天 Yanis At'e'Komo Head Connington這邊是拿下11分4籃板1主攻1主攻的表現 那另外一方面Demar Derudan今天是拿下28分3籃板5主攻的表現 Zakrabin今天是拿下23分6籃板3主攻 Zakrabin今天是拿下8斗4通3分球 拿下23分6籃板9主攻3超級的表現 Wishwish拿下18分8籃板4主攻1超級2主攻的表現 但是也有6個失誤 Bongsobo今天是拿下14分4籃板10主攻1超級的表現 賽亞提克對決藍網隊的比賽 Android Dropman 在發動線上持球 喔!一個人選擇 藍裡下了一個腳步進去 出手沒有進 這邊拿下9板再上 雙方目前的位置12分分差 其實老實說還是有些機會的 要進行一個擋拆 Chef Curry擋得住嗎?沒有藍裡下 直接頂上去灌籃啦 哇!就是Tayton Chef Curry Hurvind中聚直接選擇跳投 最後進了 拉回來就直接一個翻身跳投啊 Tayton糊停位置持球 再加Robo Wallace Hoffer 藍裡下 右手上籃得分嗎? 這球並沒有進 Vancimus一個出色防守 糊停位置 這邊真的是一個阿姆斯狀啊 一個拐子直接架人家頭上啊 糊停位置 再給他Brown Brown一個 哇!翻身跳投 這球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這邊是Kevin Durant對位你呢? 這樣子出手看起來不是很明智的啊 這邊 比較像黃明智你知道嗎? 明智的選擇 來一下剛剛Kevin Durant一個灌籃 Richard 再給他Tayton 對位是Irvin Hoffer這邊感覺沒有擋拆到 哎呀兩人包夾的時候 感覺是發生了一個進攻犯規啊 對位是Tayton 這邊不斷選擇翻身 籃一下最後選擇炮頭球界了 這邊是Brown 籃一下 哇看到我們Edge Drummond一個 戰裝式防守啊 看都不看一眼啊 有沒有 其實藍網隊最為人詬病的話 就是他們的一個防守啊 那剛好我們的主將Kevin Durant 跟Carry Urban兩個人 剛好是7跟11嘛 這個就印證了 這個台灣有一句古老俗語啊 Always open 7-11 有沒有看到 他們兩個人加起來 就是Always open啊 Kevin Durant 對位Gender Brown 直接翻身選擇 藍底下上籃球 被兩個人包夾 而且球並沒有進 其實這邊感覺照理來說 這個 Camello是不會上場的啊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啊 這Carmen Thomas 這個新秀怎麼可能會在季度上場呢 是不是 Joharis 再來給到的是Kevin Durant 直接擊敬中距離跳的球 並沒有進 目前為止十分差距 接下來最後一分鐘 Tayton 後部有一個擋拆 藍底下 這球被Android Drummond給防守到了 Kevin Durant直接帶球到前場 接下來最後三分七秒 這邊趕快起來 如果有辦法得分的話 還是有機會的 不過藍底下 就終點拿下籃球 正面打框 再上 加油球 我剛剛在籃底下想要打框那球 是真的精彩好不好 這邊再給他的是Pridor 這邊感覺可以直接切入到籃底下 Rvin這邊順利的回防了 最後比賽的話看起來 這個藍網隊是沒有任何的機會了 最後比數是106比98 最後的話是我們的波士頓 塞爾提克隊 成功晉級掉下一輪 並且是以4比2的姿態 擊敗 我們不如可以藍網隊 今天Kevin Durant得下26分6籃板4主攻的表現 Kamelo Thomas這邊是拿16分2籃板1主攻1超級 這版得不上看起來還是可以 但是19頭5中的得分 但基本表現可以說是相當差勁的 Ben Simmons今天得下16分6籃板5主攻2超級的表現 Pyrovin得下15分3籃板8主攻2超級1主攻的表現 Android專門得下12分18籃板1主攻3超級的表現 那另外一方面今天GN Tender以高跳表現 得下25分4籃板2主攻 RobotWallace得下19分7籃板2主攻1超級 Petapultra 今天是得下13分2籃板3主攻 Robot今天得下12分7籃板3主攻3主攻表現 Smart今天得下14分4籃板8主攻4超級 好了一小話就是我們在第一輪模擬完所有球隊之後的話 所出來的結果 包含了太陽隊要來對決爵士隊 灰熊隊要來對決勇士隊 熱火隊要來對決七六人隊 以及賽亞提克要來對決公路隊 其實這樣的一個模擬也算是蠻符合大家心中 對於這些球隊的期待的 因為其實一直都覺得東區大概前四名就是 熱火七六人 賽亞提克跟公路隊 他們也是順利的出現了 那我自己覺得西區可能比較競爭性的球隊的話 就是獨立鞋隊對決決隊這個系列賽 以及灰熊跟灰熊的系列賽 這次我自己覺得看起來比較有看頭的對戰 那不知道各位跟我預測的結果的話 有沒有相似的地方呢 那也都歡迎在影片下方自己留言 好了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別忘記下方訂閱 並且可以喜歡收看觀眾朋友們 最新的影片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